油价贵,纯电续航焦虑,插混才是王道吗? 领克家族在2021年给大家带来的他们家至今为止尺寸最大的SUV领克09 我们给客户淘的这一台09Ultra属于顶配车型 相对于同事的HELLO和PRO在舒适性上多了更多的配置 有全车高级的NAPA正品座椅加16层调节 全车的隔音玻璃,方向板加热 四项调节的腰拖,前排加热通风和按摩 可调节的副驾腿拖,后排独立空调,Boss音响 安全性上也有更多的摄像头和超车波雷达 它会先把第二排往前面稍微翻一翻 留一点空间出来,把这个第三排给电动抬起来 所以第三排也稍微有一点腿部空间,可以看到 Ultra当年新车型脑站为36万 而两年的时间过去,目前我们手上这一台仅仅也就开3万多公里 原版元气的车逛下几乎9到10万块 最后以23个W成交 客户是咱们来自甘肃的一位客户 需求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要一台零克09的新能源 因为这个太太可能马上要有小宝宝 家里需要一台大一点的SUV 它这个需求是要21款的09新能源的顶配 最好是有选装的空气悬挂,如果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那么这台车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这个23万多基本上是符合客户的预算 因为它起初对这个车的预算就是,车价的话在24左右 然后总预算的话可能不超过27这个样子 因为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说预算卡的比较死 当然这台车那也比较完美 我们发现车员以后,对其进行了全方位鉴定和机械公共警察 全面说到,除了金属面圆板圆形之外 内饰橙色,外观可见的磨损是几乎没有 唯一可说的地方就是两个轮毂有轻微的寡秤 有一点点的车衣损伤,也就是这样的程度 换一对新的雨花,补充上新的香氛,又是一台准新车 在这个20到25万这个价格期间呢 其实我们去买这个中大型的SUV是有很多选择的 油车的话我们可以选你像凯迪拉克的XD6 福特的探险者,电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看ES8,ES7 包括小鹏的G9都是可以的 但对于客户来讲的话,他考虑到这个燃油的经济性 以及如果是纯电车的话,他可能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个离成的焦虑 所以说最终的客户觉得这个插电混动是符合他要求的 领克09PHEV用了沃尔沃的插电混动技术 相对于新款的EMP混动字眼 老一套的混动系统的可靠性经过了多年的认证 虽然技术上看起来保守了一些 但是成熟耐用故障率低 并且有8AT的关系 开起来更像是燃油车 对老司机来说更为友好 它对比传统的油车,它是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参数都是比油车要强的 你像它的续航 它还能像电车一样享受更多的这种辅助驾驶 这个RA级的驾驶,前后的防风状,透明地盘 这个车好像也还有一个多样方电的功能 这个当下这个趋势出去露营玩一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如今国产新车价格举上天际 连带这些1,2,3年前的上代产品的价格一起下跌 这就让目前混动二手价格低点的领克09性价比非常突出 比同时新的理想A18二手价格更为便宜 09这个车的行情呢 如果是我们看21年的这个顶配Auto版本的话 它可能价格在23-24这个样子 这个价格呢 你可能能买到里程稍微低一点的 情况比较好 但是呢 你不要指望可能有什么选配 选配的很少 如果是同年的次低配的Auto版本的话 那个的话应该是在22左右 它如果有选配的话 那价格可能就会有上升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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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